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好 你慢慢来 我们上个礼拜说到我们一方面从通体看事情 二方面也要能懂得 从个别特殊去了解状况 这就是《珍稀释阳枣》这一篇所展现出来的 如果就意义上来讲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 一方面我们要从通体整体普遍的这个部分去看这个世界 二方面我们也要懂得特殊的个别的特殊状况 所以有人说在西方的哲学所提出的概念 从概念 什么是概念 概念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事物中 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万事万物中 我们看到有类别的这个情况 于是我们就把同类的事物 把它最共同的部分抽取出来 然后用语言的元素去命名 说这是杯子 这是茶壶 这是茶盘 这是口罩 这是桌子 那么这是比 用这个语言树 然后来陈述它 把它的这个特质 本质性的特质去展现 所以借着概念 那么这个叫做概念 我们可以接近本质 那么同样我们不能只有概念 像现在的这个知识界 学术界 只强调概念 因为唯有概念才是真理 这也是一个偏见 因为概念所展现的普遍性 并不包含每一个事物的特殊性 可是世界的真相 还包含在事物的特殊性底下 所以认识事物的特殊性 那么可以掌握一个具象的具体的状况 两者合起来 我们基本上才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真相 世界的真相 有没有要讨论的这个部分 我刚才有说清楚吗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结束的 这个珍惜是羊枣 真子不忍识 所以他想到他爸爸 他就不忍心吃羊枣 即使是羊枣 跟烤羊肉 比较起来 比较起来 烤羊肉好吃 可是他却重视羊枣 而忽视这个烤羊枣 虽然他自己爱吃烤羊肉 他公孙崇 从这样的一个事实来问 孟子 这怎么说 孟子告诉他 那是他父亲特别的爱好 他在这份情上 有他特殊的感情 至于烤羊肉 就是一般人 都觉得不错 他不是特殊的 那么这个故事 实际上就是说明 我们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有它的普遍性 有它的个别性 我们两者之间 都不能有所疏忽 就像我们现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问题很有趣 西方整个欧洲到美国 很多人 以不戴口罩 表示人权 可是台湾 就以台湾为例 政府没有让我们 有充分的口罩 他没有给我们人权 我们以戴口罩 是人权 包括打针 西方人拒绝打针 说你逼我打针 没有人权 可是台湾觉得 疫苗不足 我不能打针 你忽略了人权 这个世界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价值看法 那我们如何 能够达 去了解 一个世界的真理 真相 真体 其实两方面 这就叫做中道 你两方面都得注意 两方面都得了解 然后从这个角度去 看事情 才能够看到全貌 这就是庄子 这就是庄子所说到的 莫诺已明 是是非非 各自有所偏 然后 怎么样能够 从这样的一个 是非的纠缠中 看清楚 事物的全貌 那么 不如 拔高 如同太阳 透照大地 你就自然看到 其间的不同了 所以叫做莫诺已明 不如用或者行 如同太阳 透照的方式 来看 那么 此字为 中道 那么 论语里面的中道 也同样的 就是 两端 后期两端 而探见了 他们中间的 这一个同时存在的部分 那么从整体 来做说明 这样子 在中国来讲 才是说理 不是小西方 西方 只从 事物的分析 来说理 来说理 这是我们上次说到的 朋友们有没有要讨论 什么是这个字 什么是那个本性 我们简单地用真词所说的 事不可以不弘异 作为一个事 一个读书人 一个有生命觉醒的读书人 因为到了真词这个时候 所谓的事 基本上是一个有高度生命觉醒的 有高度生命觉醒 而愿意为社会做事的 有高度生命觉醒 并愿意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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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个事物 古人说事业 是做事的 是执事 执事者 就是实际做事的 在那個時候的貴族社會,我們都知道國軍是最高層,在行政系統上,當然上面還有天子。 我們在春秋時代就以國將為主,然後國軍下來就是清,然後再下來就是大夫,然後大夫就是管司的,然後再下來就是史,那麼史是最下層,那麼再下來就是明。 那麼是,是也,那麼他們就是直是做事情的人,實際做事情的人。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觀念來說,史就是代當時就是最低階的公務人員,然後他們是實際負責做行政事務的人。 可是到了孔子的貧民教育的推廣,我們不只使這個世成為一個做事的人。 同時,他們有著高度的生命覺醒。 孔子的學說用今天的畫講,就是高度的生命覺醒。 這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學術核心。 我們如果站在今天,我們如果站在全世界的學術而言,西方的哲學。 這個印度的波羅門教,以至於佛學,以至於佛學,猶太的猶太教等等。 在當時所提出的那種對宇宙的那種認知。 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站在全世界人類最原始的學術思想。 中國的學術思想,很簡單,就是生命的自覺。 那麼佛教基本上也屬於生命自覺。 然而佛教的生命自覺的重點,是看到這個世界所構成的不真實性的部分。 也就是空性的部分。 空性就是不確定、不真實。 不確定、不真實。 那當然他還有不永恆。 如果從古希臘的哲學去講,他無本質性。 他無本質性。 這是佛教針對波羅門教。 說明凡天是絕對的真實。 說明凡天是絕對的真實。 那個體是從這個凡天分化出來的。 是從凡天分化出來的。 所以由個體所形成的這個我,也是絕對的真實。 也是絕對的真實。 那新加坡你所提出的,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真實性。 因為一切都在變化中。 所以他說是無常。 在無常中,自然沒有絕對的上帝。 就是沒有絕對的凡天。 我們用這個來講,沒有絕對的上帝。 然後沒有絕對的那個我這個個體。 我們用這個來針對西方的基督教官同樣能夠確立。 它真正是一個全然相反的。 那麼有無常發展。 可以無常。 無常就包含了沒有永恆。 無本質性。 然後無真實性。 然後一切是不確定性。 那麼它進一步的提出理論。 就是一切是因為因緣合合而生。 由因緣合起來。 謝謝。 那麼因是主因,緣是客源。 客觀條件。 它是由各種的原因和各種的條件把它結合。 所以其中一旦有一個因素改變。 一旦有條件改變。 那麼這個事件, 我們認為絕對真實的事件的事實就跟著改變。 所以所有的事實都不確定。 都是不確定的。 所以這個我也絕對不確定。 我們要認識這樣的一個不確定的我。 然後走出現實世界。 走出被認定的現實世界。 走出被認定的現實世界。 然後放棄。 那個被感官知覺。 被感官知覺。 所建立的虛我。 所建立的我。 因為那個我。 是虛我。 不是真實的我。 我們可以說, 國教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談知覺的問題。 可是魯家的生命知覺。 是從這個虛我中。 由感官知覺所建立的虛我中。 看見真實。 只是感官知覺。 只是感官知覺所看見的真實是第一層真實。 就是第一層真實。 而構成我。 構成這個我。 的這個個體。 以至於天地萬象。 以至於宇宙。 以至於宇宙。 以至於這個宇宙。 以至於宇宙。 除了有第一層的真實。 還有第二層的真實。 還有第二層的真實。 當然還有第三層的真實。 等等等等。 如何從第一層的真實。 進入了第二層的真實。 以至於可以進入第三層、第四層的真實。 就是靠生命知覺。 我們能從感官知覺中進一步。 從感官知覺中進一步。 發揮人的心智。 發揮人的心智。 發揮人特有的心智。 這個特有的心智。 如果按照西方的哲學。 按照現代的心理學。 我們可以說這個特有的心智。 。 第一個部分。 人的理性。 第二個部分。 人的意識認知。 從理性到日生認知。 這是人所刻有的心智。 這是人可以突破僅從感官知覺所認知的世界。 。 與我的構成。 與這個我的構成。 能如此。 我們就能夠看到即使在感覺認知中所形成的那個我。 最真實的部分。 以及天地萬象。 以至於大宇宙。 不同於感官認知中所展現出來的真實性。 所展現出來的真實性。 那麼到了意識認知。 我們更進一步。 又可以更深入看到不同於感官認知所看到的真實性。 所以儒家從孔子好言知。 喜歡談知。 什麼是知? 知知為知知。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好言知。 喜歡談知。 就是超越感官知覺所來的認知。 包括所展現出來的思維認知。 這也就是後來佛家所提出來的慧心。 大聖佛邪所提出來的能有慧心。 那麽這是動物沒有的。 那麽在這樣的。 我們如何的讓自我一層層的在認知上開展。 然後展現出越來越清明的認知。 而接近最真實的自我和世界。 所以這個才是跟佛學不同的部分。 同樣從自覺入手。 那麽從這樣的一個深入的自我認識所建立的自我。 深入的自覺認識所建立的自我。 就必然發展出。 既必然又自然。 請朋友注意。 既必然又自然。 不是刻意的。 可是卻是必然的。 又自自然然的所發展出來的。 自我理想的走向。 自我最理想的走向。 自我最理想的走向。 然後走向還真正更高。 這個走向不帶功利性,因為它不只是為了生存而已, 它不再只是為了生存而已,它是具有尋求, 追求自我完善性的, 追求自我完善性的追求與期待, 這個自我完善性的追求與期待,用一個字改口, 朋友猜猜看可以使用哪一個字來代表, 我們的阿翔醫生,你年紀最小, 他叫世界要去服兵役來, 你猜猜看可以用哪一個字來說明, 我們主要是義,義道義的義, 不完全對,不能說錯,因為義的意義有它的大範圍, 但是就個體而言,它是志。 這就是人的志,志者人心之所知也。 志者人心之所知也, 還有人心之所知也, 人心之所知也, 所以孟子說, 所以孟子說, 是善之。 人家問孟子, 是何事? 是幹嘛? 孟子說,是善之。 善什麼字? 我這個可以插了, 還沒有? 好,可以。 可以嗎? 平常被我們幫忙插。 不用不用,沒關係,我這樣更方便。 那麼就是我們剛才所寫的, 曾子所說的那, 有兩段話, 我再寫第一段, 有兩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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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写这一段 是不可以不红,认重而道远,作为一个读书人,作为一个愿意献身为社会做事的人,服务的人,在生命的觉醒中,不可能。 不走向让自己心智,宏大,奸人,意识奸人,不宏大,不奸人。 就是在性格上,这一段是性格,是事的基本性格。 认重而道远,他所弹起来的,对生命的责任跟社会责任, 其所担任的,扛起来的责任。 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分生命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非常的沉重,这个任是单任扛起来的。 而路途,他的生命的道路,或者简单的就是路途,他的生命路途,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路途,是非常的长远的一条路。 是其终其终其一生的,长远的道路。 这里打两点,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冒号,前面讲的,一个是讲他在性格上的养成。 第二个是说他所扛起的这个性格养成中,所扛起的生命责任。 那么曾子在生而解之,人以为己任。 他以生命的自觉,以及达到推动社会的圆满自觉。 他以自我的生命责任。 他以自我的生命责任。 这种父母的生命责任。 他们不再是把数适当的并没有交集成。 是什么? 巴奈。 像它们这种不相当。 因为我们是来的东西。 并想得吃的。 会一下并看到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地方的,虚伯地做过程。 曾是更有限的。 其以自我的生命自覺 以至於推動社會大眾的生命自覺 這就是吉利 利人 吉達 達人的儀式 為自己該做到的責任 該盡的責任 為自己該盡的責任 這樣的一種責任觀 這樣的一種人的知識分子的責任觀 或者說社會責任觀 從孔子到孟子 經過末子 全力推展到孟子 這樣提出 我們在爭執 有明確的說明 西方要到十八世紀以後 十九世紀 所謂的知識分子 同樣開始發展出一個社會責任 因為那時候資本主義大盛 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大盛 然後貧富不均 教育和社會都掌握在有錢既得利益者 有錢人的手上 那麼社會的進步就促成了當時的人文思潮 從哥德爾以來的人文思潮 他們要負起這個責任 他們不要讓這個社會資本主義完全被資本主義異化 被資本主義異化 同時也不要被科學的唯物主義異化 然後所掀起來的人文精神 也就是浪漫主義精神 然後提出知識分子 必須推動 天父的責任 必須推動這個社會進步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個體主義 個人主義橫行 泛爛 尤其是在電影 好萊塢影視的推迫出來之下 現在我們看西方人好像不認為一個人 該負有這個社會責任 我幹嘛 我為什麼要負這個社會責任 所以知識分子在今天西方原有覺醒或所要負起的責任就消失了 可是在真子這裡是說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事 那麼必須以人類的生命覺醒為自己的責任 必須推動人類的覺醒為自己的生命責任 欸 釋迦牟尼佛倒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他就傳道傳了一輩子 那麼如此 這個生命的責任不是很沉重嗎 不也就是很沉重了嗎 而這樣子的責任 是沒有休止的一天做到死為止 作為一個事 必須做到死為止 所以一個老師如果是一個事 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事 那死在講來上 是最好的歸除 死而後已 已是子 才停止 那個重大 不是很重嗎 這個不是重 對不起 不已遠 死而後已不遠 這個不是重 這是遠 那麼這條生命的道路 不是很遠嗎 它的盡頭就是自己生命的盡頭 而這就是所謂的以生殉道 以生殉道就是於道合一 自己生命 於道 是合一的 所以作為一個事 所善的志 就在這兒 我們把它拿出來 把真子的這一段話拿出來 還有第二段話 因為時間真好 可以休息 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們要去做一段話 可以先用來休息一下 減少廓 絲滑 這也是 其實火�星很重 如果要十分熟 永遠 勉強 北京 北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他的第二句,什麽是使,是所善的智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可以脱六尺子孤,如果就他的特定命题而言, 这六尺子孤的孤指的是太子、世子,老王要死了, 国家没有辅佐的人,只剩下一个小王子,就维系到这个国家的存王, 然后老王把这个小王子托给这个人,可以脱六尺子孤, 在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事物上,关乎一个国家的存王, 我可以把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却柔弱的负责人交给你, 请你辅导,请你支持,请你扶持,以维系, 这一个领导团体不毁于一旦, 扶持领导团体不毁于一旦, 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腻的思想 隐藏在这一句话的里面 什么意思 你不会称人之为 所托之你 不会称人之为 你看多少历代朝代中 多少是称这一个自为而起而代之 往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曹操不也是吗 这种生命的信赖 这种生命的信赖 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里头第二个惨热的意思 人在生存的前提底下 人在生存的前提底下 这种生命的信赖是不可能的 然而可以脱六尺子骨 六尺一点点 那个古代的尺小 就是没有成年的世子 这个国家的继承人 负责继承人 换句话说 也就是把一个国家的命运 交通到你的手上 作为一个能承担 接受 接受 摆脱 而扛起 一个为难国家的命运 可以记百里之命 这个记也是托 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命运 交托给你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灵大劫 这个还是吗 那这是牵扯到国家存亡的问题 牵扯到生存的征扎 生存上的征战问题 在这个时候 灵大劫 面临到生死存亡 大劫 生死存亡 的大关键处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威胁 也不改变 不可夺其致 不可夺其致 它不改变 意思说 不改变 它原有的承担 原有的生命承担 像赵士孤儿 又有名的故事 像南宋的时候 那个谁抱着那个太子的跳海 像在这种情境下 这是一个是吗 其实在这里 君子跟是是等同的 这是一个是吗 这才是一个是 我在那个时候 曾子用的是君子 这是一个有着生命高度的觉醒者吗 是啊 他是一个高度的生命觉醒者 我正在留把他改成是 他是一个是吗 是 这样才是一个是 所以一个读书人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可不得了 而中国的这些经书 也因为 或者被教导 或者自己读 然后自己有所悟 就像佛家所说的 无论是僧文者 僧文的 亲身听 释迦牟尼佛讲的 还是 还是这个什么 自觉者 自己而已 有了了 还是 大觉者 有大菩萨 觉的 大觉者 不论是哪一个 这就是君子人 这就是事 这就是事 最后来 在美国 读书 那个老师们起来 发动了大功 然后说老师本身 只是一个产业 只是一个职业 老师们有争取 自己的权利 那全世界的老师 的天职就崩掉 的价值就崩了 那台湾不准 老师们罢工 在当时是说老师这个职业不能罢工 如同医生不能罢工 可是 后来在那个时代 大家正式被禁止 确实正式有行政命令 所以大家都说 这就是蒋经国时代 那是已经到蒋经国时代了 蒋经国时代的 专制权威政府 所导致 不准老师罢工 不准老师组织工会 所以它是一个 讲起来是世界潮流 可是实际上我们来看 它是美国 特别是美国 腐化社会 人类社会人心的 一些作为 所以 万章问约 孔子在城 孔子困守在城国的时候 孔子周游列国 他困守在城国的时候 于是他想到 哎呀 我干嘛还周游列国呢 我就回家去吧 我何不回家去吧 想想看 我那些学生们 污党 这个党就是群 我那群学生们 他们都已经成为师 他们有着高远 狂放的理想 这个狂是着高远 而狂放的理想 他们的行为 都极其简腰遵守 道的操守 合乎于道的操守 生活普世 性格单纯 欲望很少 坚持 坚守在道上 他们在生命理想上 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奋进 进去 就是生命理想的 不断奋进 不忘 他们原有的本心 这个初就是本心 原有的本心 原有的自相 孔子困守在成国的时候 他何以 这个何就是何以 他何以会想到 思就是想到 他何以会想到 留在鲁国的 那些狂事呢 那些有高远 理想的学生们呢 已经成为 世的学生们了 孟子月 不得忠道而愚之 必也狂见乎 孟子说 孔子自己说的 不得忠道 忠道就是忠行 什么是忠行呢 就是不偏不忠道 不偏不移 不左不右 不偏不移 不左不右 不偏不移 一切都合乎于仁义之心。 孔子不得中道而于之,孔子遇不上,不得就是遇不到,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一种寄予。 这个世界上人这么多,诶,怎么会碰到这个,诶,怎么会碰到那个,然后我们想要碰哪样的人不见得碰得到,我们不想碰哪样的人可能拼命地碰到。 所以佛教有八苦,生老病死苦之外,有爱别离苦。 有两条,很注意讲这个,爱一个人或者非常对付所有的事情很有感情,可是老得不到。 或者老遇到爱的人会分手等等。 另外一个,愿真会同。 愿真会同。 愿真会同事,愿真会同事啊。 愿真会同事,愿真会同事。 我有一個好朋友,不能說他是誰,我有些朋友也知道,他戀愛五次,刻骨銘心,沒有一次完成,而且相愛的人都去世了。 所以他認為自己是一個被詛咒的人,雖然他一輩子宣揚愛,然後他嫁的人都把他甩掉了。 他嫁過了,最後一個是死亡了,當他遇到最後的愛人之前,他幾乎等於有婚姻是兩次,一次是正式結婚,一次是正式訂婚,然後同居在一起,等同夫妻,可是不是都把他拋棄了? 而那次正式公開,社會公開結婚,還騙婚,因為那個人已經結婚,有太太騙她,跟自己的太太合起來騙她,想騙她的錢。 冤真會,因為人與人的相遇是一種記憶,所以佛家才會說緣分,像我們今天就是緣分,所以要珍惜緣分也就在這裡。 孔子得不到,孔子這一輩子沒有得到,他的一個最理想的,一種人格特質的人來做學生,或者共同合作發展事業。 孔子得不到,所以沒有遇到能行中道者與他交往。這個魚是交往,和他交往。 那麽他一定,要能夠求得,狂娶之事。 狂者呢,進取,狂的,就是有高遠的理想,奮進不已的人,在性格上,在性格上有高遠的理想。 然後奮進不已的人,他可以不顧現實的一切,奮進不已。 捐責呢,是有所不為的,他有很多的事情是絕對不做。 孔子,孔子其不欲中道者,孔子哪裏是不想要擁有能行中道的人來做學生呢? 不過在人生的孔子,不可避得,不能夠遇到。 所以,就想,狂娶者,刺一等的,也可以。 敢問何如斯,敢問是禁詞,就是請問,何如斯要如何? 可謂狂者,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狂者,一個具有高遠理想,奮進不已的人呢? 孔子回答著說,如勤章,就像勤章,勤章就是紫章。 紫章很狂章,很狂章,有高遠的理想。 如果,朋友們去讀論語最後那幾章,都可以看到有關紫章的主章,跟看法。 其次是真希,真希就是真子的爸爸,那個喜歡吃羊枣的人。 也就是,這個春天,牧村三月,然後青年幾個人,少年幾個人,大家一起唱個歌。 然後到溢水中,洗洗澡,或有人說,三月的溢水龍要死。 那古人也就是說,就是去水邊玩,洗洗手啊,踏踏水啊。 也是一種儀節,就是春天來了,然後把整個冬天的這些習氣洗掉。 那麼,他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事件。 就是季康子死,當時的魯國當權的大夫。 季康子死,結果他就在他家,聽到這個消息,他就跑到大門口,唱歌的這個,來祝賀季康子死。 所以這個算是,說他是一個狂者的具體表現。 季吳子,對不起,不是康子,是吳子。 康子比較厚,文武的季吳子死。 還有一個木皮,木皮據說可能是孟子凡。 據說是孟子凡。 那麼孟子凡是誰呢? 朋友們還記不記得,論語中有一條,這個打仗之後, 孟子凡一馬擔心,打了大勝戰,最後撤退進城裡的時候, 他又故意落後,然後敵党,敵兵,讓友軍先進城去。 然後等到他進城的時候,他說不是我勇敢,是我的馬走不動。 那個孟子凡。 那麼孔子之所謂狂事,這三個人算是孔子學生中的狂事。 何以為之寬,怎麼樣算是一個狂事呢? 何以就是以何為之叫做,以何叫做狂事呢? 那麽曰,其字消消然。 消消自大言大的意思。 連大也就是言語誇張。 言語誇張是不是吹牛呢? 不是吹牛。我剛才跟朋友們講的那一番話, 如果傳統文化,維持在台灣那些老人家所說的文化精神, 這些都能維持住。 那台灣將會成為人類世界的一個重新思考人性的燈塔。 在今天大國博弈,人性善惡的充創之中。 然後讓人重新思考。 像這個話就是有點嚴大。 所以不是吹牛,是講出高遠理想的大言。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們剛才說,何以為之狂义,其字消消然。 消消就是這個什麼自大言大。 那麼言大是吹牛,是大言其理想。 用誇大的言語來表達自己的理想。 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之人。 就像我們老在那裡喊,古代的人怎麼樣,我們一定要做到。 古代的姚順怎麼樣,我們一定要做到。 這個,古之人,古之人是這個意思。 這個古之人的古是指聖賢。 古代的聖賢,既然這樣,我們一定要做到。 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古之人也。 以考其習。這個語,疑,是發語詞。 可是我自己的個人看法是平,做平自己。 是平自己。 平考其言,就是很平整的,很客觀,這個平就是客觀。 很客觀地來考察,齊行,他們的行為。 而不奄奄,這個奄,就是蓋,就是吻合。 就是蓋,就是吻合。 不奄奄,就是他們所說的那個志向。 他們所說的那個偉大的那個理想。 他們所說出來的那個高遠的那種理想。 和他們的行為之間有差距。 基本上他們還沒有做到。 言與行之間還沒有完全的吻合。 。 那麼,狂者又不可得。 這樣的一個理想高遠,奮盡不已的這些狂者, 哎呀,又遇不了太多。 。 那麼,遇得不虚不節之事而餘之。 那麼,就想要遇到不虚於做壞事。 。 不節,不節是誤會。 不做誤會之事的這種人。 不虚於去做壞事。 不虚於去做不節之事的這種人。 就是有所不為的。 就是堅持自己的理想與原則。 不做不做違反自己理想原則的事。 那麼,尤其是誤會之事。 不節之事。 那麼,就與這些人交往。 或者就得到這些人來做學生。 是捐也。 那麼,這些是捐捨。 有所不為的是捐捨。 那麼,這又是更刺激的學生的性格了。 更刺激的性格了。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市。 不過孔子,他說。 經過我的門口,而沒有進到我的家裡來。 問道。 進到我家裡來問道。 我不漢焉者,我沒有遺憾的。 其為相緣乎。 只有,那,這個其實呢,只稱詞,為是只有,那只有相緣了。 因為相緣,是道德的傷害者。 德之賊,賊是傷害,道德的傷害者。 那麼,於是再問。 何如詩,可謂相緣以望章。 就再問。 要如何,才可以稱之為相緣呢? 何如詩,何如就是如何。 詩,就是才。 可謂,可以稱作,是相緣呢? 為之就是稱作,這個詩是助詞,與助詞。 曰,注意。 這個曰,不是萬章曰,也不是孟子曰,特別要注意。 這是用相緣的話,相緣批評狂者的話,來作為回答。 什麼是相緣? 相緣,是用這樣子的批評,來批評狂者。 何以失,消消也。 何以就是以和。 以和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自大而嚴大,如此地高遠而狂放? 高遠而狂放? 以至於造成自己嚴,照顧不了自己的行為。 自己的行為,無法跟自己的言語吻合。 這個故,也就是煙,煙蓋的那個煙,也就是吻合,就是蓋的意思。 那麽一天到啊,只會在那裏叫。 孤知人也,孤知人也,孤知人也,人家生賢這麼做,我們為什麽不那麼做。 人家生賢都做得到,我們為什麽做不到。 這個意思。 那麼,到這裏做一個分號。 下面,是另外一個,對於捐者的批評。 行何謂,聚聚良良? 在行為上,在自己的作為上,這個行就是作為。 在自己的作為上,在自己的生活裏。 這個行也可以指生活,在自己的生活裏。 在自己的行為上,在自己的生活裏。 何謂就是為何? 為什麼要? 聚聚良良呢? 聚聚良良,就是獨行不济。 自己一個人,總是一個人非常孤單的,不跟人交往的。 行經,不被厚於人,不批厚於人。 不喜歡跟人進一步的交往。 這個是批,不批厚於人。 不宜憑人較往。 也不批厚於人。 豬酒的。 不批厚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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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獨寂寞地在人生的路途上,叫做聚聚涼涼。聚聚涼涼就孤獨寂寞。 古人說,獨行不敬,一個人走,可是也沒有真正的奮勁不已,走在那裡徘徊,孤獨寂寞地徘徊著。 在現實社會中,這是指在現實社會中,沒有進步的機會,沒有發展,不能說進步,可是沒有發達的機會。 發達的機會。 那麼下面,再做一個分號,請大家。 因為下面,是湘元自己提出自己的主張。 做一個括弧。 生於世世,我們生在這個時代,這個世界的世作時代講。 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為師事也。 就做這個時代說,最肯定最讚美的事。 做到大家都認為好就好,善思可以。 這個善是大家認為好,思就是救,可以。 做到大家認為好就好,我們生在這個時代。 就做這個時代所需要我們做的事。 然後,我們做到好,做到大家都認為我們好,OK了。 。 安然內於世。 這樣的人,下面再是個括弧。 是孔子說的。 他們安然,這個安是隱藏。 。 他們隱藏自己。 然後,討好現實的社會。 妹是討好。 。 於是,在這個時代,在這個現實社會。 那麼這樣的人,就是相緣。 所以這段話特別注意,它分這麼多段。 而一開始,是孟子舉相緣對於狂者、捐者的批評說話。 來說明什麼是相緣。 萬章一時就再問。 他說一鄉之人都稱讚。 這是一個誠實的人。 緣人就是忠誠的人。 謹慎的人。 這個緣就是這個緣。 這個緣有謹慎的意思。 就是小心謹慎。 所以有謹慎。 他們一生都小心謹慎地, 謹慎藏真正的自己。 而求昧於現實的世界。 這是相緣。 所以萬章說, 如果一鄉的人都稱他們是警員的。 他們都是老實人。 警員就是老實人。 他們是老實人。 無所往。 他們所到之處。 他們所到的地方。 也都認為他們是老實人。 。 孔子認為,以為就是認為。 孔子卻認為, 卻認為他們是德子賊。 他們是偷盜的道德的賊人。 那麼什麼是偷盜道德的賊人呢? 什麼是偷盜道德的賊人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模糊一個時代是非的人。 就是模糊一個時代是非散惡。 就是模糊一個時代是非散惡。 是非散惡。 對錯的人。 是非散惡。 所以, 雖然看起來, 大家都說他們是老實人。 。 孔子認為他們是道德的賊人。 那麼萬章的提出就是, 至少他們是老實人嘛。 而且是經過這麼多人都認定的。 可是為什麼孔子偏要這麼說? 於是孟子說, 這種老實人不是真的老實人。 只是表面上看起來非之, 非是指責。 指責他們在觀念上, 在行為上。 指責他們在觀念上、行為上。 甚至於是論述上。 甚至於是論述上。 不對。 無局。 可是卻無法明確地去呈現。 因為他們沒有主張, 沒有自己的主張。 。 現在我看, 如果大家看那個電視, 就看到很多這種人嘛。 很會說謊。 然後說出來了以後, 事實而非。 四字無刺。 這個刺, 古人說是責罵。 可是實際上, 就是嚴格地提出批評。 。 可是他們也沒有真正的主張。 無刺。 他沒有真正的主張。 。 非之無舉。 指責批判他們。 說他們的論述不周到。 。 可是他們也沒有大錯誤的部分。 那麼為什麼這麼嚴苛? 因為有些事物。 謬之差錯之間。 謬之一點點。 卻錯之千里。 同乎留束。 他們跟他們追隨著 時代的 通俗的主潮流。 同步留束。 也就是他們跟留束 同流合物。 同乎留束和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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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很像中性之人 很有道德性 中性之人隱身很有道德性 行之是連結 他們的作為 行是作為 表面上看起來也方正清廉 一般人都喜歡他們 重皆悅症 這個重就是一般人 一般世俗之人都喜歡他們 他們以此為二 自以為是 也就自認為自己絕對正確 這個是是正確 絕對正確 一般句話說也因此而自以為二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真正進入到搖順之道 搖順之道就是人的高遠的精神生活 人高遠的精神生活 古人 尤其是孟子喜歡用搖順之道稱之道 而搖順之道是什麼 就是生命覺醒之道 也就是自我覺醒之道 也就是人意之道 也就是人意之道 生命 能有圓滿的覺醒 能有圓滿的覺醒 也就是自覺 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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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推動人們能夠自覺 並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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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人類社會 的平等 不愛 並以為止 人類社會的平等 不愛 能夠達成真正的 心靈的 解放 達成人類真正的 心靈的解放 達成人類真正的 心靈解放 這是搖順之道 他們不做這個 他們不做這個 而只是一味的討好現實的 生存的 求生存的人們 我本來要舉例 後來想想 不要舉算 現在忍不住 略說一下 就譬如現在有那麼多人說 反正沒有疫苗可打 就打高端吧 管它高端 有沒有實驗 有沒有做各種實驗 反正這是現在可有的疫苗 為了活下去就打吧 打了再說 其實這就是相願之見 這就是相願之見 只求一個 只求苟何於事 以求生存 那麼甚至於鼓吹大家去打高端 我倒不否認高端 但是我這麼說 因為高端沒有做出第二次的實驗 第三次更沒有談不上 這實在是一個這麼高度的 崭新的新科學的實驗 怎麼能夠不小心 太不看重自己的生命 也太這麼去推動全社會去打 他太沒有真正的關愛 執政者關愛這個社會的人民 不尊重生命的價值 所以 這是一個人的心靈 沒有開展 只求生存的一個狗 狗妾的生態 所以得知這一眼 孔子曰 物是而非者 我討厭 這個物是討厭 不是惡 是討厭 看起來對 其實是錯 就像打高端 他還包含 這是反正自己的抉擇嘛 自己為自己的命運抉擇嘛 其實這裡頭都視視而非 物 秀 這個秀 就是什麼 就是狗尾草 大家知道狗尾草 看起來像賣穗一樣 我討厭狗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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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苗 亂苗就是擾亂 對賣穗的認識 這個苗就是賣穗 就是賀苗 我討厭 物令 我討厭 善於說話 恐其亂苗 是因為我擔心 它會擾亂正確的是非 意識正確的是非 在這裡 物利口 我討厭巧辯的人 利口是巧辯 我擔心 在它的巧辯中 擾亂了人們對真實的認識 這個信是真實啊 真實 擾亂了對真實的認識 不真實 我討厭 鄭國的音樂 鄭國的新音樂 我們今天如果舉例 那些哈雷那些搖滾樂 因為擔心它擾亂了人們對什麼是音樂的認識 現在也出出來了 如何避免老年癡呆 其中有幾個事情絕對不可做 過分地喝酒了 這個你們都知道 好聽搖滾樂 搖滾樂的那個聲音的頻率 它可以 剛聽到的時候 它可以把我們嗨起來 可是隨著那個搖滾樂的那個頻率 會讓腦波逐漸下降 長期聽搖滾樂 特別在那個很嗨的搖滾樂中 會使得腦神經疲累 走上時代 減低了腦神經的敏感 就是現在新科學 聽什麼音樂最好呢 聽古典音樂 以西方音樂而言 西方的古典音樂 特別是巴哈 大陸 我不是大陸 德國最近請了一個華裔的法國音樂家 因為他已經入了法級 姓龔 去德國的巴哈的墳上彈 巴哈的音樂 與巴哈直接對話 而這個姓龔的鋼琴家 他說 他之所以達到那樣的一個境界 為整個德國古典樂界所肯定 認為他是最足以表達巴哈音樂的精神 他說是因為我用佛學中的空和老子的虎達成的 那麼正身到底什麼 我們不太知道 今天我們看詩經裡的正風 也不太能夠真正看得出來 只是他們講情感的事情特別多 在想來他們的那個音樂的節奏 可能就比起原來的啞夜來的快 也說不定 物質我討厭紫色 因為擔心它會使人們不再肯定正紅色 是一個顏色的準則 因為那個時候的正服都是紅的 在西周的時候 在周的時候 那麼奇黃宮喜歡紫色 於是 哦 蔚染成風 大家都穿紫色 而不要穿正式的衣服 其實這個珠紅色是正式的禮服 就算就是人們不再重視 人該有正式的禮服了 不相緣 我討厭相緣 就是擔心它 擾亂了 真正於人為善的善行 德是於人為善的善行 相緣就是個人主義 我們用今天的觀點就是個人主義 以及我行我素 我要什麼就什麼 君子反經 一個真正的讀書人 也是事 也是生命的覺醒者 也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 一個真正的讀書人 反經而已 他也就是回到生命的正道上 這個經是生命的正道 如此而已 當作為一個君子 一個讀書人 他能夠回到生命的正道上 經正 在生活之道 生命之道上 走上一個正確的生命道路 由此為政 行政 帶領社會的秩序 老百姓自然會健康的發展 庶民心 老百姓 能健康的發展 能健康的發展 那麼整個的社會 就不會 有違反人性 違反人道的邪惡 這個邪特 就是違反人道的邪惡 中國大陸 最近說 要把三座大餐打掉 第一座大餐 就是 把這個教育 他把最好的中學 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課程 通通放到圓端去 你只要拿出來 大家不去補習班 就可以在家裡跟著學 讓全民可以享受到 所有的學生都能享受到 最好的教育 所以他讓那個補習班崩潰 然後他說 整個的教育 絕對不是經 不是嚴厲的教育 彈力啊 厲害的教育 所以整個的補習班的教育 打下來 那此外他說 房子 他現在開始發生成效 絕對不能吵吧 一個人只能擁有兩棟房子 讓年輕孩子 出來做事 有買房子的機會 第三座大山 現在還正在做 比較艱難 就是把大陸 過分高的醫療打下來了 因為大陸的醫療很早是公家 然後公家的那些團體們 很早就從 一開放以後 就從這裡 跟西方的那個 西藥的財團們結合 把那個藥提得非常的高 比較貴 這三座大山 此外 把那個娛樂 與電買 有嚴格的陷阱 不使人們有錯誤的價值觀和金錢觀 第四、第五 把馬民打下來了 就是把這種炒作 就是把這種炒作 就是把這種炒作打下來了 他說為什麼 不然就是坦平主義 就是那個韓國的坦平主義 因為年輕人無可為 一切都太貴了 也不要生孩子 他們什麼都不要 就躺平 他說中國如果 這麼很快 多少年之後 就進入到老年化 大家不生孩子 像現在他們準備第二胎 都準備第三胎了 結果大家不生 人口反而減少 新生嬰兒反而減少 什麼原因大家活不下去啊 所以他說 那麼再過多少年 他都計算出來的 那麼整個中國沒有人才福利 沒有人才的福利 中國人就自然垮掉 中國就自然垮掉 為此他先把這三座大山 另外打兩座 錯誤的、非金的 按照這個說法 非金的 不是正常生活的 生活方式 演藝界什麼界 打掉 使人們建立起 因為他馬雲的那種資產 完全是投機 像趙薇現在發現 他只有六千萬 他可以炒作 上百億的尷尬去貸款 要不是他擴得太大 交不出這一次三億的 不曉得交給香港哪一個銀行 三億的利息交不出來 事情不抗 結果一查資產 他才只有六千萬 馬雲的資產 才只有兩億多 他去炒作成為世界首 然後哪些銀行 現在開始在追 跟他合作 那這樣的話 年輕人通通去買股票 通通去幹嘛 那掏空了實驗 實際的實驗 實驗 生產 將來中國 實驗走上空洞 就狂 然後 如同美國今天的問題 他們就提出 然後來說明他們 採取了這個本事 這其實是精正 有的時候我看他們很多的作為 我就在想 告訴我的人可能是真的 告訴我的人姓王 他是大陸一開馬 就到大陸去 然後在大陸那裡 去幫助大陸發展 現代化的電視 電視四頁 他是台灣老三台的創建者 現在不行了 他現在失智 年紀比我大幾十年 回來了 回台灣了 他跟我講 習近平在他十七歲下棒的時候 在他的那個下棒的地方 勞動 遇到了陳怡陳昊的後人 而陳怡陳昊的後人 在南宋 動盪的時候 他們就從洛陽遷走了 就躲到了中南山的 偏僻山村中 以避 戰禍 一直活到現在 還是讀書人家 他到那裡去跟他的 年齡相當的一個 傳義陳昊的後代 那個人就教他讀書 教他先認識王陽明 最先讀的是王陽明 傳遷路 傳遷路 所以那個 習近平到了哪裡 還有再來就讀他的近世路 珠子 所以習近平到福建了 剛開始到福建 他就去看武遺山 看珠子 書院 到了那個浙江 後來調到浙江去 他就立刻去拜訪 王陽明 余瑤的故居 把他弄成紀念館 所以他 所以那位王先生 我稱他王兄 說的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背後 所說的很多東西 有太多 傳統中國古老的觀念在裡面 這個很有意思 當然還要仔細觀察 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十月份還是來這裡上課 因為那個 雖然有人邀約 到明依大樓去 在城中行一切方便 但是秦老師的話 讓我了解到 我不能夠從私人 我個人去思考 來自你的意義 他還跟我說 你不要從私人的觀點去思考 你要注意 你是前線學說的一個繼承人 你在這裡講課的意義 不是去哪裡講課的 你離開這個就沒有意思 就沒有意義 你要弄清楚 他跟我講 他說你不是私人 你不能從你的個人 我覺得很感謝他 一棒把我拿起 所以還是要回到這裡 他說我們去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書 去講課 是因為做不下人多 如果一旦定義過後 人多了 你還是要回去 可是你所代表的 是前先生的 所傳得到 是述出了文化基金會 存在的意義所在 所以還是回到這裡 那麼我們下個十月份 只有一次課 所以我就保留了最後一段 同時我又挑了梨樓篇的幾段 我覺得可以再講一下 我可以講的 我們就再來講 然後再來就進入到 那這樣就是十一月份就正式進入到中庸 先講中庸 本來要講這個大學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你們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